哈喽各位书名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河 拿好手机跟着老河一起来盘一盘吧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的剧情呢已经接近大结局了 这个时候轮回店主未爆丝绸耗尽一生 却被古惑金当了嫁衣 其实呢轮回店主的失败是注定的 但他一定没有想过自己不仅是没了命 自己所做的一切还会成为敌人的助力 轮回店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避其功于一翼 而天庭之尊古惑金呢 他恰好需要这些力量 古惑金设下三千道神大阵 搞死了一堆的道祖之后 也不打算放过其他的修士 这三千神道大阵是一个灭修大阵 还是一个灭世大阵 虽然如此的强大 关于这个问题呢 望语在书中给出了解答 古惑金曾说过要打破一戒 重归混沌 因此呢此证为灭世大阵 可是古惑金为什么不会受到这个大阵的影响呢 原因呢并非他视为布证人 而是因为古惑金除修行实践法则之外 还修行了其他两个至尊法则 可是在对战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他两个法则的影响 其实轮回店主也修行了两个至尊法则 轮回店主呢 曾经修行实践法则到极高境界之后 又修行了轮回法则 难道能抵挡住大阵威力的 必是修行三大之尊法则之人 关于这个疑问呢 我们只能静等望语大大的解释了 毕竟接下来便是寒历的出场时刻了 大家觉得寒历会如何躲过大阵的威力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